在美國總統拜登政府宣布將北派官員出席2022年北京東澳後 港媒12月24日披露美國為18個官員向中國申請簽證 以出席2022年的北京東澳 港媒12月24日說 美國政府正為18個官員向中國提交一份為期三個月的簽證申請 這18個美國官員將出席北京東澳以提供所謂的安全支援行動 其中15個人在美國國務院工作 一個是在國防部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 這15個人入面多數都是中低級別的官員 但美國披露未來幾個月可能會再向中國提交40個官員的簽證申請 我回到本地下 報告 要改成了 報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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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